朋友们大家好 扇子相对来说出学的时候难处理一点 因为这个扇子它是涉及到这里 这个空间的组合 还有这个角度关系 然后写的时候 还有里面这个轮廓的一个大小关系 就是我们出学的时候 很容易说把这个形 把它写得很散 就是发现这里它会装不下 所以说关于外边线的这个整齐度 我们要考虑要讲究 这个整齐度要考虑要讲究 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笔画顶住 你看顶住之后 平一点的吧 线条对应下来 一笔写啊 超过它一点点啊 超过一点点 带过来 长短关系注意好 空间分均匀 然后呢看整齐外轮廓 最上面那条线对应下来 然后呢还有它中间点分开 左右两个空间均匀 好顶住 扣重一点点 往外面翻 外翻的这个动作型 重一点回推下来 齐笔的时候空间但是要分均匀 好写右边看左边 写右边看左边 这是什么对应关系吧 好空间再次分均匀 好那么整个字呢 它就完善了 整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笔画 让它顶住可以重新接搭啊 在里面写出来 所以它这里就会产生一个角 角状的这个形状 空间分均匀 往这个角度走 这里也是 往这边带过来 角状关系 空间分均匀 这样去处理则去写 好这些空间呢 也是要什么 也是要这样均匀化 也是要均匀化 高阶关系注意好 对称关系嘛 是吧 之前我所讲的一个对称性 这里有一点长短关系 内验进去了 要把这个形状 要把它写好 要把它写出来 那所以说写上去的话 整个字 它是显得很地体的这种感受 它不会松松散散的 然后空间卡的这种规矩 也卡得很比较严谨 所以说就是我们 这里涉及到怎么去理解 写其他字形也是一样的 先理解 理解之后呢 要分析 分析之后呢 要判断吧 要判断 所以说这些的话 理解 分析 判断 然后呢 再什么 最后再下笔啊 再下笔去写 好 这个字就到这里